嗨 道少好 今天我們人到了馬來西亞的吉隆坡 要來挑戰一個超高的漢堡的大會王挑戰 那這個挑戰我昨天晚上已經跟他們預約好了 結果非常的不幸 今天早上起床啊 突然就是鼻塞 然後一直鼻涕直流啊 可能是我昨天這個飯店冷氣給它吹太強了 但是因為我原本想要改時間 但是就是發現說 我們在這個馬來西亞的時間已經完全不夠了 所以一定要就是今天來挑戰 希望這不會是成為我 可能會挑戰比較困難的一個原因 那就祝我順利 我們趕快進去跟店員說 我們到了要來吃這個漢堡 好 出發 好 那我們坐定位來就是位子隨便我們找 已經非常久沒有在國外挑戰漢堡的挑戰了 其實講老實的 現在心臟跳蠻快的 有點緊張啊 然後剛剛那個老闆跟我們說 一定要先吃薯條 因為他看到太多人來參加這個挑戰 就是都是薯條美食啊 就是先把漢堡吃完之後 看到那個薯條就放棄這樣子 但是我的策略呢 一定還是會先吃我比較熟悉的這個肉排啊 因為我覺得我蠻喜歡吃薯條啦 所以我都會先把比較油膩的這個肉排先把它吃完 然後這邊的話 它基本上是一個晚上的這個酒吧 因為我們是昨天晚上來的 超級熱鬧的 但是現在是中午時段 所以其實真的沒什麼人 然後我們就等一下我們的漢堡上桌吧 餐點上桌啦真實在是超級大的 而且它有很多個起司耶 我全部都是點牛肉排的 所以它的汁水應該是非常的多啊 那老闆真的是建議我們先吃這些薯條 好 因為這些薯條我目測啊應該是有1.5公斤左右 然後這個漢堡本體呢應該也差不多1.5公斤左右 所以這有點像是我之前在美國挑戰的那種漢堡挑戰 其實真的蠻像的 好 那我們就跟店家說我們準備好 然後它這邊的話是挑戰限時30分鐘啊 然後失敗的話是150馬幣 所以是1000塊左右的這個台幣啊 好 祝我順利 希望我這個鼻水不會影響到到時候要留很多啊 好 跟店家稍微講一下我好了 I'm ready to start OK OK 所以是 OK start 喔 開始了 先吃這個漢堡牌 好厚喔 HELLO 大家吃飽了嗎 今天我們要來回顧一下我們在馬來西亞吉隆坡的這個漢堡挑戰 我對它的印象呢算是第一眼看到它的時候我覺得它很厲害 很像放大版的麥當勞大麥克 但是吃起來的話呢 味道我覺得比大麥克好吃蠻多 因為它的肉排 非常的厚實 而且多汁 像參加了這麼多挑戰啊 我發現說有時候不能只有嘴巴吃 手也要跟著動 所以我這時候呢 有稍微把一些漢堡牌啊 撕小一點點 小戰的時間來到了5分鐘 我們終於只剩下最後一個完整的漢堡 那麼接下來就是無止境的捲捲薯條時間 像我在挑戰的過程中啊 我盡量液體能夠少喝就少喝 因為這個挑戰啊 它不是要拼快 而是要成功的把它吃完 你如果液體喝多了 搞不好你薯條到最後就吃不下了 所以在吃的過程中呢 我都盡可能的拿捏我的節奏 稍微吃一點薯條 配一口水 這時候我終於了解到 為什麼老闆在挑戰前跟我們講 一定要先吃薯條 因為他們家的薯條 炸的真的是非常的脆啊 脆到說就是我稍微放一些些 到我的嘴巴裡面 它基本上就是把我的唾液給它吸乾 非常的難吞咽 所以這時候我就想到說 我的嘴巴在動嘛 那我手也不要給它停下來 所以我稍微把這些薯條捏碎一點點 那我在入口的時候 它們就已經不會來得這麼大一條 因為就老闆說啊 非常多參賽者 都是直接敗在薯條這一關 這時候我們的薯條 大概還剩下一半的份量 然後我就在想 其實我們的漢堡裡面 也有一些番茄跟蔬菜 因為這些食材啊 本身就自帶一點點水分嘛 所以我就嘗試把這個薯條 跟這個番茄還有蔬菜 做一點搭配 意外的真的有達到一點潤滑的效果 所以我會不會看到 我會不會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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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na know somebody's eyes cause they're only looking at me I wanna be somebody who makes somebody else happy happy tell me you don't wanna go say you wanna stay here with me girl I gotta let you know that I don't see nothing 在無止境的一直吃這個捲捲薯條 味道上面難免會有一點疲乏 所以我們就拿出我們謹慎的牛肉漢堡排 跟著這個薯條做一點搭配 那因為牛肉本身就帶有一點油脂 所以吃起來確實比單吃薯條潤滑蠻多的 wanna call somebody mine who can see the good I can't see wanna know somebody's eyes cause they're only looking at me I wanna be somebody who makes somebody else happy happy oh oh I've been trying to move I've been trying to move I don't know my way to get to you skinny dipping in the ocean blue it's an uphill kind of battle to make you see my point of view is it worth it I ain't got a clue 時間來到了21分半 我們剩下最後兩片的漢堡皮啦 那如果大家有在follow我 就會發現說 我往往吃漢堡挑戰 我都會把漢堡皮留到最後 因為我自己覺得漢堡皮是還蠻好吃的啦 那個麵包甜甜的味道 有助於在我就是吃到後面比較撐的時候 還吃得下的一個食物 所以我通常都會把就是我最喜歡的留到最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的 因為現在時間大概剩6分鐘 終於比較喘下來了 這挑戰比較難的就是它的那個脆薯 真的算是我挑戰這麼多這個薯條裡面 數一數二脆的 OK 那最後一口 Yes Thank you 5分鐘 OK 24分鐘 24分鐘 Thank you and for dessert 好 and for dessert 好好嗎 不太好 我的那個整個牙齒我都覺得 不是牙齒 牙齒周圍的肉都被消磨殆盡的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Congress it Congress it You're the second I'm third third 3rd 3rd person 3rd person So how many people like try this Many people Many people OK Yeah吃完我們的這個很困難的挑戰 真的蠻難的 然後我其實覺得它難的點不是在它的量 而是在你就是怎麼樣的配水 然後怎麼樣的去把這個很脆的薯條給它吃完 因為中途的時候我就發現說吃一兩口 我發現說這不對 這太脆了 我就快想到一個辦法就是把那個薯條先捏比較碎 因為我們咬食就要用咬的嘛 才可以把食物切斷嘛 那我想說用手先把它那些比較難斷的這個筋 先把它斷掉 確實這個方法還蠻有效的 就是後面吃起來會比較順 然後再來就是配一些水把它吞掉 然後我們吃完之後店家很熱情的 招待我們一人一個這個冰冰涼涼的草莓奶酪 試一下 哇真的蠻甜的耶 它奶酪的質地是真的很難 現在剛剛好冰鎮一下我的這個 可能正在腫大的這個牙齦 因為真的我感覺牙齦被刮傷了 不過沒關係啦 這就是挑戰中一定會遇到的一些狀況 再休息一下就可以再出發 然後它的草莓醬是比較偏甜的那一種 好甜喔 而且醬都給超多的 吃完 吃完啦 那我們今天總共花費時間是24分鐘 就把這個超高的這個漢堡給它吃完 那再講一下這個用餐心得好了 其實我就覺得它這個漢堡啊 其實算是挑戰中裡面算是好吃的 它的肉啊非常的厚 而且它每一層呢 都有很多的這個起司 然後這個薯條咧 在挑戰裡面呢 我會覺得它是很難的 然後也不是好吃 但是如果你今天單純來用餐的話 你會覺得說它很脆 很好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懂我意思 就是它那個難吃不是真的難吃 而是很難去吃 好啦 那如果喜歡這種大胃王挑戰系列 就記得鈴鐺跟訂閱給阿啟倫 我們就下次再見 大家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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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